歡迎大家收看野球迷人房 我是樂天舉函迪萱又見面啦 今天我們一樣是邀請到我們的 精神台柱很粗一個柱子 就是我們的東哥 哈囉大家好 我就是那位很粗的柱子 很粗的柱子 欸你比這樣子 大概有120公斤的這個體重 你不太寬 你可以再細一點 再比一次 okok 對對對 好啦 然後我們這局呢 一樣會請到我們的 中老師可可中 歡迎中老師 大家好 哈囉老師 你也要笑了嗎 明人房是最棒的 在家裡看 好那我 我一樣開場講一個笑話好了好不好 好 有一天醫生就對小明說 如果 又是小明 對又是小明 醫生就對小明說 如果我把你的右耳割掉 你會怎麼樣 小明說 我會聽不到 那醫生又跟小明說 那如果我把你的左耳割掉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小明說 我會看不到 醫生說 為什麼 小明說 因為 我有戴眼鏡 喔 你的眼鏡看不見啦 眼鏡不能戴了啦 沒有耳朵啦 嗯 可以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不是KKK喔 哈哈哈哈 欸 是好好好欸 沒關係 我又失敗了 你表示 不是 你表示 還有空間在進步 對 你可以找到更好笑的一個笑話 嗯 那你不能說 現在是講這個笑話的時候 你找那個 球場上 有什麼 比較有趣的笑話的話 我現在 現在 或者是你們啦啦隊的 哈哈哈哈 啦啦隊有什麼 特別的笑話 我們啦啦隊 爆料個 一兩位 所以我們這一集 這一集的主題就是要來 討論關於啦啦隊的部分嗎 沒有啊 就針對你一個人而已啊 哈哈哈哈 目標就是你 先去旁邊喘一下 哈哈 其實應該這麼說啦 應該也是 因為 我們這個 野球明天房 應該說有 節目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大部分我們聊的大概就是 球場上的一些細節 或是一些 像上一集的話 大概就是選修會的一些制度 覺得 聊這個話題 可能很多聽眾朋友 或者是球迷朋友 覺得 也聽命了啦 想要換個口味啦 師傅想一想說 今天這個節目是不是把這個 焦點擺在這個女孩們的身上 欸 感覺不錯呢 可能 這個 這個 吸引力會比較具足喔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話題 就放在女孩們的身上吧 其實我們中華職棒成立了三十幾年 好像中華職棒五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已經某個球隊 就有這個 啦啦隊應援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成員 你說幾年的時候 這個問題的話 就交給我們的 今天請來的來賓 鍾教練 你把這個問題問他 應該是 董醫師啦 因為董醫師是最早是 有啦啦隊的 還有 我的印象應該是 董醫師啦 是 你真不記得了 其實中華職棒五年的時候 是我們俊伯雄 俊伯雄啊 有嗎 俊伯雄有啊 你太專在 比賽當中了啦 陳寧隊不是要請 我們跟韓國人邀請什麼 韓國的一個王牌投手 韓西銘有沒有 對 對 也邀請他們韓國隊的那個 啦啦隊 來去幫我們俊國雄加油 台中球場 他們的一個 跳舞的舞台是在外野 那時候就在韓國的啦啦隊了 對對對 你們走得好前面喔 把那個時期把華遠回來 對 那時候 你們走得很前面欸 對啊 老師那時候還是 站在一壘教練指導區 對 那個啦啦隊的 對啊 啦啦隊的那個位置 離你那麼近 代表我們的 鍾老師呢 就是眼睛就是 Focus專注在棒球上 然後風格呢就是 比較廣角 不是廣角 欸我也解釋一下 欸我要平反一下 我沒有 我這個 專注力還是在這個場內 因為那時候 都會有球迷會嘛 在這個球迷會之前 不是啦啦隊都要去做一些開場嗎 對啊 對 那時候我才知道說我們那時候 俊國雄有邀請韓國啦啦隊來表演 嗯 對啦你知道嗎 對 那個時期有職棒的專屬啦啦隊嗎 對 只有我們因為跟韓國的某個職棒球隊有合作的關係 所以說像有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來去邀請他們來幫我們做一些應援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因為也算是中華職棒也是算一個三業的一種模式 那當然要吸引更多的球迷進場 除了球員在球場上專心打球之外 周邊還是要透過很多的活動 那不然很多球迷會想說 看棒球我們就看電視就好啦 來到球場也沒什麼好看啊 會有這樣的角度 你懂意思嗎 那所以說邀請啦啦隊來到球場之後 那比方說在球迷朋友看電視的時候 看電視的時間當中 突然看到啦啦隊在現場跳舞 那種動力就不一樣了 他們就會捨得從口袋裡面掏錢出來去買票 看啦啦隊 就是突然間想到 像你們那天女孩要擔任隊長 需要什麼條件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挑戰跟考驗 要具備可以 臉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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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皮厚要欸 臉皮厚然後要不罵被虧 然後 講話要有一點力度 就是你講話大家要會聽 比如說罵人的時候啊 對啊他們為什麼 會讓隊長去罵人呢 他們到底做錯什麼事情呢 也不是做錯 因為你們知道我們團有幾個人嗎 二十幾個人欸 最早的時候是幾位 最早其實才四位 那時候我覺得是球隊好像還沒有去 認真的經營啦啦隊這一塊 我那時候四位的時期我只有代班 就是那時候因為我的老師 我的學校的舞蹈老師是 我們那個時候的La New Girl 她是當時元老的啦啦隊 名字可以公布嗎 可以啊 蘇莉認識嗎 蘇莉老師 哦 對 好繼續講 然後 然後她那時候就有問我說 要不要進去跳 因為那時候他們只有四位 所以只要有一個人生病 或是有事情的話 就沒有人可以代替 沒有備胎 完全沒有備胎 那時候一開始去就是抱持著我去打工 真的沒有多想喔 就去打工這樣 然後代班之後就總冠軍賽了 然後 對我就第一次跳就參與到總冠軍賽 我這超興奮 要買下總冠軍都是你的功勞囉 蛤 沒有啊 我只是運氣好 運氣好可以參與到總冠軍 就整個超興奮欸 真的是當下熱血到 我都想去選秀了我 哈哈 選秀什麼 就是選秀 剛剛球員結果選不到 之後好 那我就 籌入啦啦隊這個職業 你為什麼會有代班的機會 因為我跳得好 你常常去球場 你常去球場亂晃對不對 欸 沒有我跟你說 我講真的 我在近來跳以前 我是完全看不懂棒球 為什麼 欸 棒球是我們的國球欸 難道你都不看這個棒球運動嗎 你掉了栗戰杖好 站起來 跟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哈哈哈哈 對 可是對啊 那時候你 球隊編制的啦啦隊成員是四位 對 一開始是四位 對啊 隔年之後 然後 為了要 邀請你加入 那 可能 其中一個就要被淘汰耶 會不會太殘忍了 欸 所以那時候 就是因為那一年完之後 總冠軍 我其實還記得是2012吧 還是2013 然後他們就決定要做 擴邊啦啦隊 就變成是 要做主要專屬於這個球隊的啦啦隊這樣 然後我們就成立了 那個時候叫做 Lami Girls 現在 從2012年正式有這個 Lami Girls 你也待在這個環境已經很久了 你應該是非常滿足了 可是在 我們一個角度來看啊 從這樣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 會對你們來講是比較 沮喪一點啊 有時候會 會比較失望的一些 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 在比賽過程中 我們的 我們的情緒其實會跟著 球賽的 起伏 然後還有球迷一起 會有影響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 落後 球迷朋友就會 士氣比較低迷 我們心裡會覺得 很歐 現在是處於落後狀態 可是因為我們又要堅住 我們要用我們的力量去帶動球迷們 然後相反的 只要我們現在是領先啊 比如說 拳雷打 或是很關鍵的 兩好三壞 然後 蠻壘或是什麼 就是只要是在那種 關鍵比賽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會 比 現場的球迷都還要興奮 我們上次有一次就是因為 我忘記是超前比數 還是拳雷打 然後我們就超興奮 直接把市長扛起來 應該就是那個現場那種氛圍 是不是 也非常亢奮 然後就是 市長很倒楣 然後不曉得要 找誰來去發協 剛好市長在那邊 剛好拿市長來去就發協了一個工具 是不是 對 我們當下其實才六個人 我記得六個人還七個人 把他扛起來 你也在裡面嗎 我在裡面啊 你們哪來的動念啊 其實就是因為很興奮啊 因為我們我們在球場 今年跟去年只要是有打拳雷打的時候 我們都會放那個台關舞的音樂 啊 了解 對然後當下市長又很難得來 跟我們一起參與 所以我們就毫不猶豫的把市長 要一把撈起來 然後大概是已經走了 大概 好幾個疤了之後 好強喔 去自己放完之後 才突然覺得 哇好重喔 好重 那時候你把市長扛起來的時候 市長有沒有去 這個分享那時候的感受 他有沒有講什麼 有啊 他就說他覺得很 好爽好過癮喔這樣嗎 也沒有很爽啦 還是他爽在心裡 沒有就是他應該有嚇到 我覺得其實市長應該有嚇到 可是市長人超好的 他完全沒有生氣 因為通常我們是不能對就是 你覺得他敢生氣嗎 好像也是齁 好像也不 也對耶 我是比較佩服你們六個啦 能夠在棒球場上 能夠跟地方上的這個父母官 有這個浮動我就覺得相好 覺得市長回答 那個 身為兩位父親 想問如果 請說啊 你們的女兒 跟你們說 爸爸我未來長大的志向就是 我要當職棒啦啦隊 你們會讓他來嗎 我先答好了 我會 讓他來 對 因為那個也是一種成長 因為那個 你成長的過程又是不同的角度 你一個女孩子能夠參加啦啦隊的話 表示第一個他很健康 第二個他很熱感 而且他本身也一定 本身的條件也要很好 表示我的女兒很漂亮 真的好 阿東哥咧 我都會 舉雙手贊成啦 因為 自己也算是過來人 那 因為 從事這個棒球運動 也是 父母親 也看到自己的一個興趣 然後 來去做一些支持 那就算 也可以從 舞蹈當中 能夠 去 訓練你的一個 人生的一個 一個 也可以去磨練 就是說 在你在面對那麼 多人的情況下 你要如何去 保持你的儀態 如何要去 跟大家做互動 對你 將來在退下這個 舞蹈這個行業之後 對 未來的人生上 都會有幫助 小孩子就是 從父母親的一個角度來看 你先看這小孩子 他的興趣在哪裡 我們不能去 當然 有的時候就是提供意見 希望說 更多的方向 他去做選擇 在那麼多的選擇當中 他對於這個事情 非常的 投入的話 又非常的 這個 喜愛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去支持他 對 因為 他不是一個壞事啊 好開放的爸爸 那個 中間女兒有聽到 歡迎來報名我們啦啦隊 還有那個 中老師 我真的抓頭皮而已 我女兒的條件沒那麼好 沒像妳那麼好 沒有啦 一定很美好不好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問題 來吧都來吧 舞蹈這部分 他也是一種團體嘛 然後 在你們表演過程當中 隊員跟隊員之間 會不會這個 民政暗鬥啦 或是怎麼樣的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出現嗎 我真正 這是講真的喔 我真的要講 我們現在 現在是真的不會 我們很照顧學妹 一千會 學妹進來 我們就是會跟他們說 什麼 還是會該說可以的 就說可以 不行的會說不行 還是會指導他們 可是 我們一方面都很拉拔學妹 而且我們可以很快的跟 學妹就打成一片 我們其實不會分什麼學姐學妹 對 可是你講到重點了 那是現在 以前 以前我 剛進來的時候 我嚇死了 我真的是 那時候 只要要去跳 我都會很緊張 因為那時候 學姐學妹是超嚴重的 我那時候是去代班 所以 他們 我對他們來說 我是不認識的人 然後 我又比較害羞 所以我不會那種 一進去休息室 就 害大家什麼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他們真的是 就是我一開門的時候 所有人就會這樣 看著你 很正常的吧 對啊 然後面無表情喔 想說 這人是誰啊 他只是沒講出來 可是我 他們明明就放電 我都聽得到他的OS 沒有那絕對不是放電 就是那種 是誰啊 然後又把眼神飄走這樣 就是 沒有任何釋出一個善意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害怕 也許他們也沒有惡意 可是因為也感受不到 比較友善的那種眼神 所以我就會不敢跟學姐們講話 而且以前 比較早 我們比較早幾代的時候 那時候學妹進來 真的要叫我們學姐 喔 這樣會比較好一個稱呼啦 我是覺得 有一些學姐的一個制度 有時候會 會那種感覺也是不一樣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傳統 像剛才你講的 你剛開門進去的時候 看到其他成員 用不同的一個表情來看你 那是你心裡的一個問題吧 那人家就長這樣子了 你幹嘛去左右人家的表情 但是我誤解了是不是 對 你誤解了 他除非他開口說 你幹嘛啊 來這邊跟我們搶飯碗 長得那麼漂亮 我跟你講還前途後翹咧 那個就是 我還有因為這樣子 對 剛好去偷偷小爆料一下 我之前還 以前有因為這樣子 我跟惠惠 真的是我們 因為我們有一個成員叫惠惠 然後跟我一樣是 很 他比我在更早之前就加入了 然後 我們其實加入了 好幾年之後 我才跟他很熟 然後是有一天 我們才把這個心結講開 有一次我們去吃飯 有機會真的深聊到 我就說 我一直很想問你 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 我剛進去跳的時候 前面那一段時間 你都好像很冷漠 然後甚至有一次 我印象超深刻 有一次我們去住飯店 因為球賽結束之後 我們會住飯店 然後我當天晚上去夜市 結果 我跟另外一個女孩 然後 惠惠就是跟別的另外她的朋友 我們就這樣擦身而過 然後正常說不是會打招呼嗎 結果 還會駕拐子 還會駕拐子 沒有 她一直駕拐子 整個男生才會駕拐子 因為她 只跟我旁邊那一位女孩打招呼 她完全無視我 然後我就覺得 好受傷喔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就 也因為這樣 就彼此有一個心結在 然後就一直到 持續了好幾年之後 我們有一天終於 有機會炒好吃飯 然後講開 才知道 真的是誤會 各準備 各準備六瓶啤酒 這樣子 先把他喝六瓶喝完 先灌醉 來真心放大冒險 為什麼你那時候要無視我 結果真的是誤會 真的是誤會 因為她說 她其實只是因為 她本來跟不熟的人 她就不會很熱情 所以她沒有刻意想要排擠我 或是冷漠我 她只是 不善於跟她不熟的人相處 然後我自己就有點解讀 你是故意冷漠我 對啊 對不對 這其實是某的問題 對 每個人都有她的一個個性在 有的是比較開朗 或者是有的是比較內斂 或者是有的是比較悶騷 或者是有的是比較悶騷 或者是有的是 比較愛講話等等 不一樣 只是說你當下的那種看冷的一個角度 正不正面 我是覺得是比較重要一點 那除了這些 你在這個舞台上 也有一段很長的一個時間 那畢竟這個 人都會有一個應該說 退休的時間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一些人生的規劃 我其實現在邊跳 然後一方面也有在上節目啊等等 然後現在自己也有一個 跟我們其他女孩有一個團隊有在主持一個網路節目 然後因為我本身對主持就很有興趣 所以我現在也慢慢的在一邊跳這個的同時 然後也會去接一些主持的工作 然後練功這樣子 也是希望之後可以慢慢朝主持這一塊發展 那是沒問題啦 因為從你的一個口條 或是表達 或包括腦袋的一個清晰度 應該就蠻適合這個當主持人 那 然後現在去把話題稍微請教一下 老師 從你的一個球評的一個專業角度上 你覺得這五隊 你心中有排名嗎 不同的風格啦 不要排名啦 排名的話就會傷人啦 我們就想傷害他們啊 對啊 但是你排名就會出了啊 東哥如果排 多排最二一名也不舒服啊 對不對 你沒有跳興趣 哇 這樣還是老的辣耶 怎樣 我以後空給你跳 你既然踏過 不簡單耶 常常在洞裡面過日子的 對不對 我現在都在洞裡面啊 是嗎 我知道 你現在在洞裡面 兒子的 兒子的辦公室啊 他們五個球隊有什麼不一樣的風格 這個Lamigo的話 他的 樂天啊 樂天啊 開放啊 你像中性的話 就比較Lady啊 就是 就是比較 屬女型啊 富邪都不太一樣啦 你像 這個富邦的 就 比較大都市那種類型的一種 味道啊 你像童衣又不一樣啦 對不對 那餐廠味就很高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看來 怎麼漂亮呢 餵犬又 餵犬是剛來的啦 那個當然跟他們的水準還是有一段距離啦 菜鳥味道比較重就對了 對啦 你覺得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哪一種味道 我覺得每一個 我覺得他們還好耶 你不覺得 如果 等一下 如果 樂天隊用這個 他們跳舞的一個風格 比較有鄉下味道 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應該不一樣了 欸 那個 桃園是國家的大門耶 怎麼可以 在鄉下不行啊 在鄉下 那個大都市了耶 老師可是你知道我們今年走很Local風嗎 我們今年都是那種很帥的舞蹈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Discord啊 然後那種很帥的耶 那都是很熱情啦 沒有啦 他說不太傳統啦 對啊 沒有我覺得 其實舞隊 像剛剛老師直接很 很 專業式的去 直接了當的這樣 對對對 我覺得這樣才好啊 你看代表每一隊都有自己的特色耶 真的 真的 因為畢竟有新的 對啊 樂天啦啦隊啊 就是 看到對方的球隊就會 開一下 有沒有 你們都一直會 你都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耶 都開槍耶 我每次都沒有打槍耶 我每次都沒有打槍耶 每次都去打槍 都開槍耶 你是不是怎麼樣啊 三振他那是怎麼比啊 是不是開槍 開槍耶 開槍耶 這個是K 這是送槍打槍的意思 是 對啊 那是K K啊 對啊 K啊 對不對 其實Lamigo的主場都被K的滿頭包啊 像這個是 老師 這是樂天隊的 中性的呢 他有什麼比較特色的動作 中性喔 我 大家最中性的印象就是這個啦 這個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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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我一起一段 小小的應援口號 好嘿 好嘿 換手 好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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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愛心 超級喜歡 我要彈峻孝的 小愛心啊 我要詳細笑的 郭妍文 郭妍文 夜晚成功 超級喜歡 郭妍文 好可愛喔 我今天值得了 已經將近40年沒有做可愛的動作了 竟然在這邊 有沒有一種回春的感覺 有喔 真的是好回春喔 都冒冷汗了 就是在那個球場就是要這樣 在球場的時候 完全沒有齒粒這種東西的 就是要拋開包袱 這樣子透過老師的分析當中 每一個球隊的啦啦隊 都有不同的一個風格在 那除了這些之外 你們會不會說 會用比較不一樣的經營方式 讓這個啦啦隊的這樣的平台 讓它能夠吸引更多更多的熱愛跳的一些女孩們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其實 因為這兩年 這兩年我們 以我們隊來說好了 我們隊的經營模式變成是說 除了啦啦隊 就是球隊的啦啦隊這一塊 然後公司也很積極的在幫我們 往演藝圈 就是同時發展 對 然後就變成是說 可能很多其他熱愛跳舞 然後又有新夢的女生 對於我們現在這個工作就會很嚮往 然後所以像我們今年的海選啊 我們今年也有海選喔 我們今天海選就是 人數破紀錄 報名的人數破紀錄 所以我覺得 這是球隊 就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平台 而且經營很成功的地方 就是變成讓現在有跳舞夢 跟甚至有親夢的女孩 然後都可以來這邊展現自己這樣 那 問了很多的問題啦 那 那 那大概就說 老師 欸 你覺得呢 從我們這樣的聊天當中 你覺得這些女孩們 你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來去建議他們 應該要多遠一點啦 就是說 你將來會離開這個舞台嘛 那你有可能會 主要的還是要走入家庭 所以 也要學一些 屬於能夠銜接家庭的工作 對啊 林軒加入這個啦啦隊已經將近有快 十年了嗎 有嗎 快了 快了齁 還沒快 但也快了 你是幾歲加入的 欸 20 欸 欸 挖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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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啦 我差點要這樣大欸 28家人啦 對啊 18歲加入然後10年28歲而已 差不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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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28歲左右啦 很年輕啊 未來的路還很長遠啊 我覺得今天很棒啊 今天能夠透過這個節目也可以 可以聽到不同的一個角度 就像 我們現在要終止啦啦隊 他們的一些肝骨壇 可以從儀軒的身上 來去跟我們大家去分享 球迷朋友透過你這樣的分享之後 以後 他們來到球場 會 看到你們會更貼心啊 那個東哥講到這個就是 在這邊真的要 非常謝謝 一直支持我們球迷朋友 因為說實在的話 當初如果不是有這麼多球迷朋友 支持我們的話 其實也不會有今天的我們 那種 這個球迷的那種支持加油 那種 感覺是特別的快樂齁 非常感動 就覺得很大的一個動力齁 很大而且他們其實都會在 不管是在球場還是球場以外的地方 支持我們的這些球迷朋友 就真的很貼心欸 比如說 像我之前有一次我生日 然後 我的一群粉絲他們就在捷運上面 買了好幾面的廣告 然後上面就祝福我生日快樂這樣 我一看到我就覺得 天啊 這動作也太感動了吧 太感動了也太花錢了吧 然後呢你當下的心情怎麼樣 我當下真的嚇傻了 因為他們是給我今天 嚇傻而已喔 對啊 有默默的含淚 我後來先滴個兩滴淚 做交代一下 竟然是嚇傻 下次會注意 下次會隨身帶著眼藥水 內心啦 先滴個兩滴淚 哇太感動了 對真的感動 印象超深刻的 所以其實他們 球迷朋友們 對於我們支持 我覺得不僅是在球場上 然後對於我們生活上戶的是 比如說節日他們都還是會記得我們 然後也會跟著我們一起在球場幫球員加油 我覺得好感動 真的很感動 當然親愛的都是你非常支持你的一些粉絲 那當然我們 其實我以我的個人的一個經驗 其實那我當選手時期 也是有很多的支持我的一些球迷朋友 其實在我退育下來的時候 這些人還是有跟我做聯絡 做互動 現在這些人慢慢已經變成我的好朋友 我就覺得都相當貼心 那可能你以後 對 我就覺得當然這個時候 雖然是我們的你的粉絲 當你慢慢轉換一個跑道之後 我相信這些當中的一個粉絲們 可能有好幾個是我們的貴人 真的 我也蠻珍惜這樣的一個緣分 很棒的一個感覺 對啊 當初認識是因為棒球 但是不會因為結束 而這個感情就結束 對啊 這很棒啊 對啊 這真的很感動 非常的謝謝兩位 今天對我的拷問 還有手下留情 那當然就是在這裡 要謝謝各位 食道隊我們 還有其他 各個來自不同球隊的球迷們 在看這支影片的球迷朋友們 謝謝你們對中華職棒 還有啦啦隊的支持 那希望之後 中華職棒也可以越來越熱絡 然後我們這一個很 很歡樂的氣氛可以不要間斷 然後讓我們中華職棒 越來越好 歡呼一下 好那我們就跟大家說 掰掰囉